昨天啊 可以說球迷真的是兩樣情耶 因為看到這次中華直報二十五年 總冠軍出爐了 LAMIGO 桃園隊 他們靠著強力打線 以八比三擊敗對手 在總冠軍戰當中四勝一半 提前瘋狂 灑下瘋狂的冠軍彩帶 LAMIGO桃園的球迷開心的慶祝 球隊一年努力的成果 這也是球隊對時尚第三座 終職總冠軍 而且三座冠軍的教練 都是紅一中 我的高興是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他投球隊 一個是他投球隊 竟然踢球隊加油 真的身為一個幫球隊 感到非常的興奮 瘋狂這一戰 先發投手太霸 手指破皮流血 老將曾兆豪 臨為壽命撐住局面 郭炎文三安打兩打點 注入反攻氣宴 都是球隊功成 因為要把分數壓在 有效的反擊的分數內 對啊 所以要 盡量把分數壓低 最大的關鍵 我覺得是 延吻 為什麼是延吻 是因為他第一局不是 肉一顆兩分嗎 其實他很在意 然後我先跟他講說 這就是比賽的一部分 必須要接受 而且已經過去了 你再用你的棒子打回來 真的他今天打了兩三 打兩分打點 三三打兩分打點吧 非常棒 而整個系列賽 余德龍藍銀倫在中後段棒次 提供將近四成的打擊率 連貫球隊攻勢 更因此獲得系列賽的MVP 和最優秀球員 拿到總冠軍我真的好興奮 然後很謝謝各位球迷還有教練學長 來幫我 為我努力的祈禱 然後還有一些溝通這樣子 自己很意外 然後希望把這個MVP 能拿到明年的季賽這樣子 一起努力 心情開心 Happy 今晚睡不著了 我覺得表現比我好的也很多 然後自己能夠獲得 我覺得就是上天安排 有人開心收成就有人失望收場 忠信兄弟睽違四年 再度闖進總冠軍賽 最後還是功虧一虧 只能明年再來 U10 TV 甘邦傑 簡子祥 台中報導 MVP